頭場賽事是五班千八米,這次用B欄 我昨天寫稿交了這場,但排位後後後悔交了這場 因為我看見有另一場還好寫,但懶惰,不想再寫下去 這場馬的步速我猜會正常,未必會很快 在我分析這場馬之前說的一件事,12個正選馬裏 只有兩隻馬上場之後沒有被減分 這場馬很誇張,水得很厲害 因為有兩隻馬是減4分,三隻馬是減3分 應該是非常亂的 一位馬奮鬥之星,Real Impact的兒子 香港跑了五場完全沒得過,減4分 在2月3日跑,田草二次米排一檔 騎下去完全沒有,看不到他有任何轉變 最近C科集都是不肯走的 二號馬複線,下了一班,跑五班當然好 但我都說了很久,那隻寬少也是這樣 另外還有一隻馬,類似這樣 完全跑不回來,完全沒有角度興趣 這隻不是其中一隻,我等他跑泥地 我都說了很久,Franco夾傾晚步 來地比草地更厲害 但可能因為他之前贏過草地 所以不跑來地 近方一般的 三號馬最醒神 如果不是這個人騎,會好一點點 但這個人騎,我就怕了他 當然,跑千百米,連續輸了五場 谷草就跑了四次 近三場都在後面回來的 雙偉名次 初出那場他跑得很好 我以為他狀態不夠 竟然初出那場跑得好 那場仍然在四班 輸給黃寶那些 他不是輸很遠,輸過幾馬位 跑贏勝利波,伏了奇利斷金 那場其實水準不差 但之後跑不回來 暫時看不到他有起色 四號馬電信奔炮 我之前說過的 這隻馬叫Principle 在外國 其實他不是那麼差 但比較大 大塌一點 而且是生硬一點 他不會太軟身 不會太厲害 三、四班馬 但不會落到五班沒有馬贏 那種 在這個馬房間等 等到下來的37分 可以反彈 12月1號之後 最少是一貨集 少了兩貨集 1月22號的貨集 都騎下去都肯走 但是你特別看回 上一貨集 2月25號 潘頓和他試的 又是 輕鬆的 在後面 按住上來 每一萬集 起集 不是那麼順 但回到來 很肯走 我覺得這場馬 其實他是 有權贏得的 但是我估計他 因為只有五、六倍 我就不放在行頭 但這隻馬一定要拖 進步了很多 五馬旺旺寶區 評分始終都有優勢 又可以前置 上場 抹了他 嚴長 十二檔 增情 但是你看回前一場 去年炮這個路程 贏了兩次 現在平分37分 當然是少少嚴朗 但用梁家俊 最佳拍檔 騎青 也有好表現 所以我想 你怎樣也要拖 他先 當然 這隻馬 可能不是很厲害 可以隨時贏 但是 因為他能夠前置 正頭正路 可以差Q 贏就真的不到他 應該 老套馬 幸運飛彈 分得很好 你不能不選擇他 千百米沒問題 之前兩次都進了位 上場的1650米 留得太厚 所以就換人 誰知道 不如他排到十一檔 這次應該不會放頭 應該會留後來跑 留後來跑 他排十一檔 沒有雷拉式 600米踩柔 希望可以 彎位踩柔 可以蓋到裡面的馬 先走 就可以欠個位置 但因為十一檔的關係 我排到第四選 七六馬 馬主升飛 我選他行頭 當然 不知道他是十二檔 坦白說 我沒有想到是班德里奇 我沒有想到是班德里奇 因為最近的四播集 看到他肯走 雖然短途 千二米 但他起碼在前面肯走 自己肯走 這隻馬最重要是肯走 就可以了 看到上一場 他輸了一個外檔 大外檔 十二檔 就留後跑 但這場馬真的沒有快馬 如果他肯跟前跑 他有權掃利 36分 現在 由轉馬房跑三場之後 減了6分 評分實在太有優勢了 可惜是被他排了一個十二檔 但這隻馬 我覺得會很難 所以我認見馬回去先走 我在昨天排位之前已經選了這隻馬 因為知道這隻馬來了 已經 巴勒馬華美福星 他在貴內 曾經跑的位置 那時候很高 上場都不差 但他在前面賺回來 而他最後比幸運飛彈 那一集過了 在五班裡 評分不是很有優勢的馬 最近試襲 感覺上好像散了 好像不想跑 9號馬 總統之星之前說過 他上季贏馬的時候 是很健康的 贏完馬之後 是沒有評分優勢的 所以今年他初出的那場 能夠很自快地在內蘭 賺 因為他有一點點氣量 前置而已 之後是完全跑不回 從季初跑完之後 之後就跑了六場 足足減了十分 而且是一個三分區 1800米不到 1650米比較好一點 季初的時候 他可能有1700氣量 所以他就捱到 但現在跑起來了 這隻馬沒有評分優勢 也是沉得很厲害 10號馬緣分 見到這隻馬 跑來地很厲害 但跑草地暫時不太好 Kamacho 下線 Hurrikin Rock Run 其實他在外地 不在外地 來到香港跑草地 也近過 沒理由草地不行 因為近況關係 以及底質問題 我選了其他馬 沒有選到頭四選 但這匹馬 跑草地應該沒問題 而且狀態很好 11號馬生生福運 我真的等他跑來地 1600年短 1800就不太好 很小的馬 季內有一次爆了冷門 跑了第三名 來香港跑14次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入到位置 那次跑2200米 我想1800米 還是很嚴短 12號馬 波哥哥 這隻馬 開始越來越近 他前跑過第三名 但那是很慢時間的 但是很慢時間 他真的肯追 在裡面追 追過一隻 旺旺寶區 生生福運 我覺得這隻波哥哥 和生生福運 都是最多四龍彩腳 這隻波哥哥 這隻波哥 這隻波哥 看見這場馬 旺旺寶區 電信品炮 幸運飛彈 很明顯是這三隻 一定要選的馬 特別是馬主星輝 排了個十二檔 是會令人卻步的 但我想著想著 其實也不關想著想著 因為我本身在排位之前 都已經選了馬 沒有什麼馬直撥 如果你說直撥 是馬主星輝 因為肯定有二倍以上 而這隻馬 他在前置 如果他肯前置 就行了 他後追 未必追得切 除非你這麼省 會在彎位踩 這場馬最關鍵 是看看幸運飛彈 會不會頂他 還是會帶他上去 因為這場馬 只有環尾複星 和總統之星 快一點 複線 全部都是偏慢 雖然是很安慢的馬 如果馬主星輝 就算是流口 也好 希望他八百米色踩 第二場 五班千二米 這場馬的步速應該會快 應該 但未必會快得很厲害 應該這樣說 有快馬 但未必會搶得很快 因為馬這隻船尼多彩 現在六歲老馬 看見這隻馬好像有少少跑不回來 但對手太差勁了 這場馬 他排了八檔 他都可以守到好位 五六位 跑 他有權欠個位置 但最多都是欠位置 你四重再拖票吧 五號馬 五號馬無可估貴 是超容易的兒子 我等他跑泥地 他下線不是Lucky Unicorn 之前香港那隻 我覺得這隻馬 本身一點都不厲害 試著馬馬 你肯走 十當用周信樂 會惹點票 但這隻馬 還沒得過 這場馬 有12隻正選馬 有9隻也減少分 這隻也是其中一隻 我想暫時要再適應一下 三號馬 各取所需 另外一隻有斑的馬 我之前都說過 很明顯這隻馬 是沒有了各族興趣的 但上一場跑 田草千二米 至少肯走一點 回來不是輸太遠 覺得這隻馬 好了 這次就 過來跑谷草 對手更差一點 所以我不排除他可以欠到位置 但不會做膽 四號馬 吉利大勝 以前跑1000米比1200米 谷草千二米 他曾經近過 但又不是很出色的表現 始終他貴內在四班 幾次入 前四名 上次跑 田草千二米 跟田草回來散 有一點覺得 真的等他跑谷草一千米 和田草一千米 好像比較好 但是二檔很好跑 我在他 旋利多彩 和雙方岩棋之間選 沒有選到他 因為我猜到他會偏熱 但計算馬 四重彩 如果倒四重彩 一定會拖 五號馬 紅磚閃耀 Winning Rupert 三歲 去年新馬賽輸很遠 今年跑七場 完全不可以 是上場追少少 看到他開始有些 走勢 但那場馬真的很難追 看到他追少少 又不是很特別 回來 拍著插班生 插班生 所以排十二檔 留著跑 我怕他追不及 露荷馬雪加之幼 這隻馬又有那個 那個 應該是優點 因為他千二米 排什麼檔 只要報速不太快 就像這樣 被他追出來走 在前面可以賺 當然 他贏完一場 又賺到暈 回來 又贏了神浪金剛 烈狐張者 但其實 這場馬 對手也是很差 再看看他之前 跑過一次 排十一檔 放出來輸給王者奇兵 大跑員 平山新星 這場馬有同樣的形勢 排過七檔 只要他積極少少起步 之後 他真的有權贏你 德福 七號馬 看到這隻馬 很麻煩 因為他試襲 經常都試得好 但真跑的時候 不行 減四分 初戴眼罩 不知道會幫到手 2月9日之後 沒有再跑了 最近他試襲 他就 放回來 散 我覺得力量還是還未夠 巴勒馬平山新星 說了很多次 不是那麼短的馬 但死的跑千二米 你就當他那隻電訊火箭 在香港 跑那麼多次 贏過一次 九個坯 季立跑七次 除了那場泥地之外 全部都入了前三名 很準的馬 很準的馬 但真的嚴短 他一定會追一段勁 追下去 看看他追成怎樣 位置馬 很難贏 九號馬 蒂豪精彩 專門馬房之前 都說他試襲試得很好 但真跑又是交不出水準 我很記得 他初出那場 史作峰跟他跑 他打算贏定 跑法 但騎下去沒有 這隻馬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跟好位 回來是沒有的 當然上一場看到他 因為可能平分 越來越有優勢 越來越有優勢 回到裡面 就斷不完 過不了前面 過不了前面 雪卡痴有 過中點之後 勢比全中好 不過他在內蘭 省得暈 這次排了十一檔 應該沒那麼省 十號馬 古浪陽光 為何莫雷拉肯跑 這隻 會不會因為上場肯走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 也有特別記錄的 一件東西 嘩 追得很厲害 這隻是一定要跟進的馬 上一次是莫丹尼跑 但這次換了莫雷拉 我沒有放到貼士上 我也是在雙男旗選擇 我沒有選擇他 但算回馬 上場是走光 這隻馬肯定有評分優勢 上場走光 我是嫌他熱的 但我頭注三龍彩 四重彩一定會拖 我覺得他計馬 現階段好過國取所需 但肯定太熱 只有五倍左右 我就沒有放到貼士上 但算回上場走光 我還要跟進馬 所以我覺得 頭注三四重彩一定要拖 我不排除我臨場 可能雪卡痴又踏他單Q 到時看賠率 11號馬雙男旗 我記得上季還是前季 好像上季 有一段時間他很穩定 你見到他最近期 剛剛在田草 用潘明輝跑 輸給極爽和金剛石 兩隻馬 金剛石之後贏馬 他跑贏精算尺驗 合金之星 他回來的勢頭不錯 明顯地那隻馬回來了 但他很難贏 又在位置馬 威力氣 不是那麼短 應該要跑得長一點 還有一隻不厲害的馬 1月9日之後沒有跑 但試了貨雜 輸給聖王 不是那麼好 騎得很厲害 所以我不喜歡那些雜 騎得很厲害 起碼肯走 起碼肯走之前 但會減3分 我想遲些吧 這場馬雪卡之後 我猜會很賺 但如果要贏 就是那隻虎狼陽光 如果讓他跟前一點 不要留那麼厚 他有權贏你的 想像是走光 我沒有放在貼士上 但這隻馬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 一定要 重視 另外腳方面 平身身星 一定是腳 國取所需 看見他好很多 起碼肯走 位置馬 又是 因為始終有斑 另外雙藍旗 船里多彩 這些 我覺得是四重載腳 我沒有放這隻 那隻虎狼陽光 純粹因為我嫌他熱 但計能力 再說一次 雪卡之後搭他 如果這隻虎狼陽光 能夠跟到三四位 他會贏你 第三場四班一千米 這場有很多快馬 一號馬龍藤飛場 跑草地比較低 泥地特別厲害的馬 而且一千米要嫌短 一千米直路也可 可能可以 但是草地 十檔留著來追 我怕他追不及 我最多最多 只建議 你投注Multi 拖一票 二號馬加應精神 十二檔 周俊樂 他會怎樣跑呢 大家都知道 周俊樂排外檔 如果不是飛快的馬 他都是 全程三四跌 不會和你踩 而且這場馬 一定不夠快 很多很多快馬 所以我連電腦7號 都沒有放下去 所以我想 應該 難些 三號馬 過河競出 下班 真的惡度很厲害 還要下班 現在就用潘頓 其實他放出來 我估計 應該不夠快 但是 總之他跑三班 是很不錯的 跑四班 很不錯 所以 我找他做膽 始終他在這組 證明最多 他能夠守著一點 例如三四位都可以 四號馬 富高八斗 看到這隻馬 很明顯退步 你看到他上場 之前在四班 連續三次 入了第二名 然後上三班 就不夠跑 跑到第四 上一場下班 跑回這個路程 說的是一個月前的事 他是輸了兩個多馬 被人減了兩分 我對於這方面 有點不太喜歡 跑回同一路程 減分 他在重化輸給中華威威 課集 中華威威剛剛都捱回來 但是這場馬 他不夠快 所以我怕他追不及 除了眼罩 我想他不夠快 五毛馬 危多福 我猜他全組最快 當然他經常都放出來 最後一百米 你自己停 我也很擔心 但是一千米 應該可以的 轉了馬防上場 就完全 你當沒有跑過 功夫就照做 沒什麼推得很厲害 不是說很加勒 不是給他很大壓力 但是如果他放出來的話 我不排除捱到位置 六個馬無限相機 其實他是一隻千二千四 甚至千六馬 千六不到 千四 千二千四 一千米不夠快 很明顯不夠快 當然三班 跑四班 跑了兩場之後 都減了四分 暫時好像看不到有氣息 二月六號 跑完之後 就沒有再試襲 功夫不太好 七六馬 贏多多 我只是拼一件 因為他排過三檔 如果他一個不小心 起步 起得很順 搜到一個 五六位 其實他會有班 現在的評分 五十五分 很便宜 而且明顯地 馬防有馬配合而來 我覺得位置可以爭 八號馬 電腦七號 其實這隻馬很漂亮 我沒有選到他 純粹因為 為何是潘明輝騎這隻 如果是莫雷拉 和潘頓都可以跑 潘頓都跟他跑過 前一場贏馬 是賺了漫步速 賺了前市 上一場 他不夠快 排三檔也不夠快 這次又是排三檔 這次的馬比上次更加厲害 更多快馬 想見你上次也追過你 因為這個原因 我沒有玩到頭五選 但是我硬選贏多多 和超額迎球 我覺得好分少少 但這隻馬 我投注Marty 好像看三場不是Marty 但怎樣也好 投注大彩池 我會拖票 想見你 如果不是跑 如果不是排十一檔 我肯定做膽 這馬很健康 看血統 泥地會比跑草地好 其實他很近 我覺得等他跑來地千二米 就贏得到 但現在跑草地 排十一檔 看他追多少 因為要追 必然不知道追不追到 七檔馬 十號的棒棒聲 其實他前年贏馬 也不是很厲害 只會有時間 他的姿態是OK的 50分的時候 然後上季 一開始跑到第二名 之後就完全不太行 我覺得評分好像有點鹽浪浪地 近期的試襲 肯走的 但很明顯不是以前最好的時候 對手比較健康 11號馬 超額迎球 上場我覺得是得如期來的 52倍地爆了位置回來 試襟繼續跟他跑 上場就 暴觸第二段很快 所以他就追到 除了內蘭捐上來 純粹是贏騎士 這次會不會有同樣形勢 我不敢說 因為對手加強了很多 邊線馬 和電套七號 贏得差不多 令才 蘇宜馬房 梁家晉跑 你預了排一檔 他一定不會跟你放 留下留下 可能留下七八位 一千位 雖然上季很好 但好像完全沒有進步 減4分 不是 44分減2分 53分減下來 貴倉 我打算減10分落5班 才算 好了 這場馬 不能不選國和競竹 和想見你 國和競竹有班 想見你很健康 兩分馬都不會放頭 守住好位跟你跑 我覺得是可以爭勝 贏多多 招牙迎購 龍騰飛翔 家應精神 富高八斗 甚至是電腦七號 這些都是邊線馬 偉多幅 駁在前面走 可以走 但是 計馬 想見你過和競竹好一點 但是一千米 一放出來 是追不到就追不到 小心點 第四場 三班 12米 這場馬只有10隻馬 跑 步速方面 我想會正常 未必說很快 因為 怡春輝王 一連風月 紅衣火王 會快 但是我猜他未必會盡放 一號馬 一連風月 愛爾蘭馬 其實他外國方不是很特別 贏了一場處女馬賽 然後在三級賽跑第三名 他的對手不算很強烈 因為他輸很遠 輸了四個馬 一隻愛爾蘭馬 拿去英國跑兩歲賽 都輸那麼遠 未必很厲害 但是看到他試襲很肯走 其實是挺吸引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埋門 看到他的馬 貫注力好像下了一點 沒有新鮮感 初出大眼罩 三歲仔 插班初出頂磅 難度很高 這麼快又大眼罩 不知道他會怎樣 但是我覺得 看到他試襲試得不錯 勉強四中彩的話 都要拖票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在手 對手不強 二號馬 勇創派對 潘頓跟他跑 親都會贏 何志堯跟他跑 就不行 所以不懂得贏 特別搞潘頓 跟好位置 又肯爆 這隻馬是偏小顆的 起碼是這個磅 可以貼到 第二 潘頓跟他摸了三貨 很明顯是薄殺 這場馬有捕捉 會適合他跑 但是加了磅 他小顆 看看他真的有多少 我就怕他蝕不起磅 所以他放到第三選 但是計馬 近況最好是他 三號馬 宜春輝王 你看到他 轉到馬房之後 看到事實不錯 真跑的時候 完全不肯走 不知道什麼事 現在的評分69分 其實是好處的 跑不回以前的水準 而且減了兩分 我暫時 我抱觀望態度 以前在前面很兇 但是現在前速都沒有了 四號馬 加應精彩 這隻Holy Roman Emperor 在高東寧馬房轉出來之後 上歸 其實我上了三班 我都說這隻馬 沒有什麼評分優勢 結果就掃走 掃走之後 最近試一集 輸給佐治勇區 不是那麼好 看到他騎下去 是初起的 關注力是沒有的 我覺得 雖然第一次試草地 試得不錯 但是輸給聖二龍 但是剛剛這集 輸給佐治勇區 我覺得不是那麼好 排十當 留著來追 我怕 初出的1200米 就是少少嚴短 因為之後要跑1400 但是評分沒有優勢之下 轉了馬房 好像還未夠 五號馬 陳進馬車 其實這隻馬 加了眼罩之後 整隻馬不同了 是前一場 追不及 但是他什麼捕捉都好 只要他咬到好位 他經常都可以接近 扭得太厚 就不行 這次是唯一 又是擔心賀冥蓮 會不會太厚 會不會太厚 轉了一個配備 給他看多一點點 帶了一個PACIFIER 希望今次 因為有部速 跑了七當 希望搜到五六位 二疊位置 入直路 踏出去 如果不是被人走 如果不是內蘭特別好的話 他有權贏 六號馬 越跑得 轉了馬房 一會 楊明蘭和他摸得緊 但是看到這隻馬 之前很健康的時候 他不是跑過第二名 那場馬 我建議大家賭 但是之後也說 那隻馬 有幾多位置 說完之後 就說那隻馬 下了 他之後也看回這系 他也同意下了 所以我覺得那隻馬 可能要減分落班 希斯的馬 真的信不過 七號馬 終身美麗 看到他上場 好時間 跟好位 回來 跑到第三名 是贏神進馬 但是神進馬 他那場是跟前了 在內蘭 回來 有點均速 原來跟太前 那隻馬 還是換了人的關係 但是他那場馬 他在外面 那隻終身美麗 和藍莊之歌 都追得很厲害 可能那天外面 比較好些 但怎樣都好 我覺得 他的表現 明顯地是進步了 這隻馬 三班 都應該可以 夠爭的 因為之前都見過 他跑這些路程 就是跑三班賽 他是有少少競爭力的 一隻馬 進步了 位置 八號馬 中肝二膽 為什麼這麼快會拉走 跑了兩場 就拉過去 葉楚行 是不是數馬 我想 跑了兩次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威脅 我想他要再進步一點 三歲仔 給他一點時間 入了這個馬房 排一檔也好 我想都是要減馬分 九號馬 紅衣火旺 只是怕他起步 如果能跑貴奈 贏馬兩場的水準 在這組裡是夠爭Q的 夠爭Q 我想他在三班是很難贏的 上場也跑得很好 輸給勇場派對 今場要反先勇場派對 是難一點的 最後幾步 差點比一隻 時時好運過 差點 其他馬都不錯 上場馬 守著玻璃位置 入直路的時候 想走掉你的 但走不掉 讓勇場派對過了 位置 收穫馬之勝時機 誰都知道他難贏 61分 但他初戴眼罩 這個配備會不會幫到手 因為在外地 他在Hasting 最後一場加眼罩就贏 我不排除這個 幫到手 來到香港之後 跑了七場 三個位置 其他全部都是前五名 一隻是很準的 只要不要留得太厚 守著三四位 他很好跑 因為他的爆炸力是柔 但是力短 我覺得他跟神進馬車有點相似 我擺神進馬車是因為 證明多少少 和Fit 好像Fit 至正時機 總是只可以跑位置 好 這場馬 邊線馬一隻 一連封月 你怎樣都要拖 線龍彩 前置馬方面 好像是紅衣火王最好 但排個九檔 我想我還是放回三四選 而有幾隻馬 跑法很相似 例如 勇場派對 神勇馬車 和智勝時機 這三隻馬 我暫時分不到高低 要先看偏差 看看會不會到時有個 好利前置 或者守內蘭的偏差 逼迫要選擇用創派對 和智勝時機 但是如果 不是 外諜也有得追 神進馬車近況不差 他跟得太前 反而不好 守著五六位 這隻馬可能適合 賀命連跑 我會排最高一點 這幾隻馬 中生美麗 就是有權殺Q的馬 如果他能夠守三四位 甚至二三位 他這隻馬 有權 可以殺到你 第五場 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 步速 我猜是 正常 可能會偏慢 因為一號馬 零距離 排得十一檔 第二 他近排 轉馬房之前 已經立了 轉馬房之後 前速都不快 最近試多貨集 好一點 但騎得很厲害 我覺得馬好像有點 弱爆了 二號馬 三生好運 例如 Encanto仔 七歲都沒有保留 這些馬 三班 跑型勢 四班 上場 追上去都肯走 那天我還給大家一條單Q 瘋狂勁路 線路營起 我臨場給大家一條單Q 原來還有八十幾倍 他回來輸給線路營起 那兩隻超班 他回來不差 所以這組他有權贏了 三號馬大師級 我始終選他一個原因 他換了班德禮 不用 何明年 都應該引咎何明年 這隻馬不可以留那麼厚 是跟前跑的馬 上櫃都贏了三班 66分 現在56分 即是兩場頭馬 上場開始接近了 其實他之前試袖 我已經說這隻馬回來了 很明顯地看到他有走勢 肯走回來了 這次排的九檔快馬不多 只要他肯跟前一點 即是跟前一點 他就很好跑 他需要跟前一點跑的馬來 不排除贏到 而且肯定有賠率 我放在行頭 四號馬 戰意 如果跑得上季的水準 跑四場 四班千二米 三WIN一個P 今年跑兩次 上次都可以跑到第四名 但那第四名 就輸了兩個多馬位 被人減了兩分 其實輸給頭兩名不期 戰鬥英雄和俊優自在 但輸給這隻 紅運巨星 我們覺得比較難看 勉強放到貼士上 對手太差勁 我沒有放自來金 沒有放紅頭巨星 我放了他下去 五號馬 闖一 Modern Ready 應該要跑長一點 不是那麼短 應該1400-1600馬 但試襲肯走 欺詩之馬 拖一票就算了 不多說了 說來也沒用 也不知道跑到多少水準 六號馬好時節 他另外想起一隻馬 第豪精彩 就是初出他的跑法 以為贏定 一當 他真的以為贏定 但騎下去沒有 輸就比桃花多 很均速 除非他能夠這場馬 很進步 如果不是的話 他是贏不到 上場賺光 馬步速賺光 回來騎下去不多 潘頓跟他摸四貨 是很重視的 覺得這隻馬是不差的 而且看見他之前試襲 是很好走勢 很好速度 但偏偏真跑的時候 就會這樣 所以他要進步多一點才行 因為這個原因 我放下第五選 純粹因為這隻馬 令我想起那隻 低豪精彩 如果他能夠跑出去試襲的水準 夠贏 但肯定大熱門的情況下 我放下第五選 七樓馬領航神區 這隻是自救生馬的 上次跑過菊草一千米 回來追下去不多 都輸得很遠 輸起包裝得勝 你說在這組裡怎麼跑 八樓馬桃花勝排十二檔難跑 當然他有田草級數 但過來菊草 雖然會適合跑 但我經常都說 這筆馬千四好像比較好 而且上一場好像黏地 雖然可以抹掉他 但再看看 貴內的表現 其實好像有點距距 體力上好像有點距距 進跑 跑完之後跟他換馬 但十二檔很難跑 九樓馬熊圖巨星 你見到他上場 是狀態起了 明顯地生了 但千二米都可以 步速不算很慢 但被他這樣追上來 對手太差了 他爆個二十三秒一 跟俊休自在的步驟 是一樣的 我等他增程 這次沒有新鮮感 我怕嚴短追不及 但這隻馬回來了 一六五零米 可以贏 正本洪森 排了一個十檔 看到他今年轉馬房之後 三場都是很後 首先前速沒有了 第二就是他後追 也不肯走 獸休馬智來金 排了一個七檔 你見到他上場肯追 但我剛才也說 他追的戰意 很明顯是有追勢 和很陷速地跑近 是很隨便和他跑近 但他不是很特別出色 我和他仍然在增程 用莫雷拉不知道會怎樣 又是熱門 邊線四重彩腳 仲德威有少少次的馬問題 季內有一場很厲害 那場前4米 那場馬是四班中堅水準 那場馬是厲害的 之後試襲 之後神科 見到他都不是很差 但真跑的時候不太好 這次由16米縮回來12米 上季在這個路程上曾經上名 但當時的時間是偏慢 他可以在前面賺 今場馬 他可以在前面賺 但對手比他更加強 好時節和智來金兩隻馬 都一定會備受重視 所以我不如攻擊他們兩個 拼他們沒有Q 當然兩隻馬可以再進步 但一定要進步才行 但反而有兩隻馬肯定不用進步都可以 三星好運和大師級 只要守住好位 這場馬可以拼這條單Q 我想這條四五十倍 這條單Q 好時節和智來金 一定會丟飛 再計算下去 戰衣你被迫著拖 闖衣你被迫著拖 然後是好時節和智來金 但這場馬我覺得可以拼一下大師級 三星好運這條冷門Q 第六場四班千二米 步速應該會很快 因為那隻天竹貓應該留不住 因為我買這隻量化寬騰 雖然是當中 用到雷神 這隻馬季來跑了六次 最差的是四名 但都是很出色的 但感覺上這隻馬排十二檔很難跑 除非他能夠守住他二跌位置 這次他有權這樣跑 即是如果他放到天竹貓放 他有權賺光 但贏就好像比較難 你不能不拖Q 但不會 頭柱上不會做膽 但不拖不行 因為有他在會很熱 應該搏他第三第四會好些 二號馬尊才 這隻也是愛爾蘭的自購馬 偉大幫他買的 不知他有多少錢 在Nars贏場兩歲處女馬賽 贏了六個馬位 這些很容易賣 因為贏得遠 但能力上未必很高 短途兩歲 來到香港之後完全不適應 最近試襲 好了很多 搶了出來 各場這隻馬的貫注力未夠 我想還要減一下分 適應一下 三號馬遊戲人間 上場的時間不漂亮 內蘭都節省了 當然 他贏了眼光大師級 但他輸給威武聖國 威武聖國之後跑下去不行 所以 第二名有多厲害 我有點懷疑 今次繼續馬雅 上次108倍 今次只剩下10倍 我建議最多的是四龍彩 我覺得上場是很懷疑的水準 四號馬戰鬥英雄用 陳家熙 連續三次用陳家熙 上次跑第二 因為他排了一個一檔 沒有一場馬 他跟著好位跑 回來過到寶山英很正常 輸給晉優自在那隻有班 但彈得後面那些是紅徒巨星 戰異 所以如果跑得上場水準 已經夠贏了 這隻馬評分有優勢 五號馬 躍進知己終於肯增程 但只是增程12米 1000米肯定嚴短 所以上場我都說他跑了一檔 未必好事 跟前了也未必對 結果回來真的不太好 今次用何宅堯 11檔會怎麼跑呢 流到六包尾 入直路 從外面追 還是從外面追 師閘肯走 明顯地 是fit 還有有能力 但我仍然覺得 是一匹1400馬 跑這個路程 會比跑得上千 但這場馬 快馬多 也好 去跑11檔難跑 我勉強建議四龍彩腳 6號馬超 一生 Bluepoint 來香港未有這個種 但在紐西蘭這個種 蠻早熟的 最近奇同 剛剛好試閘 算很特別 回來散 冠珠力是完全未足夠的 所以我想 你當大閘會好些 如果可以的話 拍手掌 因為今次初出已經加了眼罩 但看他試閘 有眼罩 有點前觸 但回來不多 七路馬 聖木勇區 就好像月進之己 和亮發寬騰一樣 很明顯有分 這隻是全組裡面 最明顯有分的馬 但我初出那場 我都說了 潘頓奇那場 如果不是外當 我去贏了 剛剛跑成田祖 都跑得很好 這馬是明顯的 但好像那隻莫朗球 他明明可以用內蘭 跟著 玻璃好位 但他偏偏不跟著 還要出外面走就不行 這些馬 要跑形勢 排個十檔 留著來跑 我怕他追不及 但這馬真的很合理 你不能不選回去位置 八號馬月球 始終在田祖 贏了兩場 再跑回來 就鬥輸 可以說 對手太強 偏偏君子 對行之聲 風繼續吹 全部比他更厲害 轉飛狼和他拍著回來 但是轉飛狼 始終又有班 所以 頭五名聯迷 都是有能力的馬 外面追尋人 六支 之後再出 中華天下還未出 但其實那場馬 水準真的不差 這次排了一檔 馬房支 有馬配合而來 所以我會建議拖回票 三重彩 四重彩 一腳 九個馬 天竹貓 我曾經說過 這隻馬 一千米 一千米都不太到 誰知道 口臭口說中了 頭兩次跑第九 上場真的跑第九名 我打算他放出來 可以捱到 但那場馬 我覺得他好像沒有盡放 我覺得這隻馬 可以再放掉一點 或者這樣說 被特工搞 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所以 如果特工沒有搞他的話 盡放的事 不是很盡情的 顛放 而是 他沒有輕鬆放鬆的去跑 他要被特工全程頂著他 他會不放鬆鬆的跑 這是我的意思 說了很多次 只有900米力 所以要先減一下分 十個馬 福滿寶 排了一個七檔 這次他會守住什麼位置 跑法上有點像量化寬 我想量化寬頭可能更前一點 我想會有點像醒目勇俱 甚至是躍進之記 留住來追 但這場馬又有捕捉 不排序 他會跑得好 十一個馬 封僧 我到現在都不太解釋得到 他怎麼贏那場田造14米 那場馬其實他很厲害 時間都算快回來捱到 但當然他只是贏那些天天得樂 奧遊之星 跟斗雲 你可以說他騎下去不算很多 但竟然可以越騎越有 他的風箏 所以之後見到他試襲 或者神科都是很好走勢的 但不知為何真跑 真是出賽的時候 一般的 這次換到潘頓 擺明跟他搏多鋪 這次要潘頓跟他跳 我不覺得有特別的轉變 但如果投注四龍彩 投注大桌池 我會兼顧一票 因為始終他贏了田造14米 十二號馬五入之星 這隻馬轉到徐爾石馬房之後 跑了五場 上場跑田造書遠一點 但之前跑谷草一千位 都肯追 這隻馬很差勁 他試襲神科經常都很好走勢 可能因為泥地的關係 但跑草地又不行 我仍然等他跑泥地 因為他敗是I am invincible 下線是Hi Chaperone 整條線都是泥地種 我想他應該幫他減一分下班才行 五班泥地千言位 草地真是低一點 這場馬有幾隻馬要選擇 聖木勇俱 梁法寬騰和戰鬥英雄 我覺得這個檔 最好跑是戰鬥英雄 如果梁法寬騰又肯跟前 又跟到二三位 這條死Q 福滿寶 月球 聖木勇俱 三隻馬都是稍追 還有一隻躍進之己 看上去他的範圍是這些 你說勉強四龍彩 拖一隻風箏 第七場四班 1650米 這場馬 十二隻正選馬 只有兩隻馬 是上場後被人加分 沒得不選 減兩分的馬 都有五六隻 所以一場都幾亂的局面 因為步速 我都計不到 究竟是什麼步速 因為馬筋斗雲 這手馬 贏過馬之後 又不是特別進步 得性多 明知馬是有一點能力 但你不拖又不行 又不會拿去做重心的馬 他這次初跑谷草 但始終有田徒獻千六米的級數 那場是萬步速來的 上場再賺萬步速 但是他有十四檔 輸了檔 輸給連連後運 連連後運 上班再贏 他也輸給那些 都市神話 逍遙區 但逍遙區 也會再出贏馬 所以算上級數上 排到二檔 他會好跑 但只限於拖腳 二號馬噴火龍 霍利時 那些 這隻本身應該是寶藏 但是 貴內贏了馬之後 和霍宏星贏了馬之後 上一場 轉馬王之後 初出 萬步速之下 他都 蠻賺的 回到來不多 勉強鬥贏的 包倉風雲和紫菜復星 我覺得不出色 所以 有少少覺得是一筆 明顯有班 但只限於拖胎的馬 三號馬晉神 上場我覺得他跑錯了 留得太厚 這隻馬是守住好位 和你跑的 而且他拖到最出的 和你跑 完全是混吉的 最後被合火年代過馬 但合火年代再出 跑田草 昨天跑千星 五千六 都跑得到第三名 所以 頭三名 但上場 你當沒跑過 這隻馬 我講過了 他在來香港之前 在一場 Kofield Winter Autumn Classic 二級賽 排隊四名 輸給安彩 輸兩個多馬 會比安彩 安彩剛剛贏二班 算死數 其實這隻馬 在三班都應該可以 但我講了兩季 不是千二馬 而是千四千六馬 甚至千八馬 上場 你當沒跑過 這場馬一定要拖回他 四個馬 尼昌勇士 他來香港之前 我都已經看過這隻馬 我看著他來到香港 我都說 這隻馬我真的不看好 結果他在四班 那場馬 潘頓和他跑得一絕 步足有對 被他一蹲蹲了 上來 贏的對手不差 那場馬 時間姿態都厲害 贏薄海之光 賢元元帥那一集 其實一點都不差 但贏潘頓 發揮上 一絕 但之後 連續輸了四場 在減分 連續輸了四場 才減分 因為他經常追得近 回貨正常 大牌十檔 潘明輝 留到六包尾追 我猜他追不及了 五號馬電子傳奇 Dissident的兒子 經常說 Dissident應該跑得長一點 不是那麼短的馬 你看到他 但他媽媽的血統 好像是全部短途馬 不知道他是甚麼 但是上場就慢步速 慢時間 回到法國第八名 不算很失禮 但我看不到他有進步 回貨 2月6號之後 被人減了兩分 我想要給他一點時間 六號馬 龍來鳥 用潘頓 鬥志非常鮮明 連韋達也不用 何澤耀 你看到他上場 初排16名 很後很後追上來 和芙蓉莊上班都可以 我記得他之前試貨集 總之有一件事吸引到我 潘頓和他試貨集 試了兩貨集 兩貨集都很肯追 明顯地好很多 但不知為何上場就用了何澤耀 潘頓和他試貨集 原來上場是潘頓 預訂了中城區 所以看上去 這隻馬 用了潘頓才是真章 要贏的話 是他 七號馬 美之妙 上場就 不如這樣說 貴內出兩場 一個第二 一個第三 初出跑了田草 14米 那場馬 非常不理追 的情況下 就追到第二名回來 輸給大鴻心 但是他跑贏匹力狂龍 戰鬥英雄 天天得樂 那些是四班惡 他在內蘭節省 假設他 半冷門 但那天落重飛 上一場 熱門分子和周俊樂 輸給包裝大獎 包裝大獎 擺明超級 但你看到他包尾 最順利 那天是捕捉吳尼追 偏差 最後爆上來 那個勢力很重要 時間很快 所以這次用了莫雷拉 看來好像是這條單Q 正常來說 鮑鴻馬八騎士 跑了四檔 之前說過 上季以為這隻馬會有用 但今季沒有進步 上場均速回來 跑了第四名 時間不特別 而且他輸給附庸莊 剛剛輸給附庸莊少少 但是他裡面是省了 他是最省最省的 但輸給機緣巧合和金絲大獎 計算下去 四班不是超級的馬 最多都是四重彩腳 排四檔 看看可不可以守好位 9號馬 瑩家阿輝 排內檔就怕他 外檔就不怕他 在外檔他留後追 不會放 但沒有馬放 只是怕這件事 但本身怕他放頭 跟前 但這是何澤堯 所以預計他都跟 留下包尾跟你跑 不選擇他了 10號馬 荷花福星 我簡直不敢開來看 因為我講了很多次 這隻馬是1200馬 1400馬 硬拉長 1600馬應該不到 今年完全跑不回來 神科完全不肯走 11號馬 天空之城 應該要減一下分 你看他近三場 第四、第六、第八 評分上不是太好 以為會有一隻很好的馬 或者要跑泥地 他一定會追一段 上一場他好自快地 看見他追回來的時間 不差 但輸給好運寶寶 被逃脫了 一堆馬 他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fit 但不是很超級的馬 應該進不到前四名 12號馬 行進之寶 他在減三分 這隻馬 上季新馬都不厲害 插班45分 初出都不可以 最近騎士集 2月18號書 被天海驚天 包美回來 我想要給點時間 減分 這場馬 我覺得龍來鳥和美之妙 很明顯 這兩隻馬 我就打了一隻 龍來鳥和美之妙 因為始終鬼來跑得兩次 還要換 莫來拉 龍來鳥一早試好了 但上次不能騎 另外三隻馬 筋斗雲、噴火龍、晉神 三隻都是邊線馬 其他馬好像低一點 第八場三班 一千米 應該快得很緊 一個賽事 85分至60分 第三班 即是假三班賽 一號馬為港奔留 平均沒有優勢 上場都贏得很純 一千米不夠一千二米 但對手太差了 很多馬都不行 近況不好 但上場只僅僅人一天行見 要再進步才贏得到 用蝕恩 看看可否守住三、四位 去賺賺 賺賺地 跑第三名 二號馬全勝 雖然跑一千米 他很傻家 但轉彎路程 一向都是一般 最多都是跑第四 直路一千米 上去很好 今年 因為太準 跑了很多場 已經跑了九場 減了五分 因為太準 沒辦法 他之前在三級賽 跑了第四名 又要加兩分 但這隻馬已經很見 三號馬巴薩諾亞 Atomic Force 在外地叫 去年全世界 全世界 最高分的兩歲馬 來到香港84分 即是以前的89分 贏了兩場 一場三級賽 一場二級賽 都是法國的 想起碼要一點時間 但見到他最近試襲 和威力賓同士 很輕鬆 從前面走回來 力水的貫注力也很好 再之前和高斑馬 加州雷電 高大威猛士 他都不差 我找他走投 始終是一隻 級數很高的馬 用何澤耀 多分兩元 希望這樣 他守著二三位 和你跑 四號馬 新力寶 排了111檔 周俊樂 草地 1000米 會怎樣呢 全程外跌 等他下三班 輸了兩場 再下三班 跑來地12米 五號馬緊張大師 我跟希斯說 上場馬 我覺得是輸田太安 他問我輸些什麼 我說 這隻馬是要放頭 但是讓他盡走 不是這樣 盡量有多少走多少 就不要和別人鬥最後 當然這隻馬沒有進步 你可以說是因為 連馬斯問題 我不評論是否 跑了五次 跑這個路程 還沒有塞過前三名的馬 你不能不拖回他 但是要贏 用潘盾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到手 但是我覺得 可能這隻馬 和連馬斯 不是這樣合 羅馬之道 我再升了 跑一個一檔 你看到他 仍然是FIT 仍然是可歸FIT 但是今年 明顯的進度上 是不夠的 這個馬房很多這些馬 三班型 好像很厲害 但是進到二班 就沒有了 很多的 2月11號試了課閘 都快時間 好時間 贏 是為了擔心 跑回一千米 我怕他不夠快 對著這些馬 我怕他不夠快 跑一檔 我怕他塞死 對著變成 好位變壞 但是對手太差了 四重彩 一定要預算他的票 七龍話 文明之星 我仍然很痛 被他殺了我的T 之前殺了我的T 殺了我 暗軍 什麼 上進之星的T 殺到我 真的生氣得很厲害 因為上進之星 賭WIN PLAY 然後 搭醒神的位置Q Q位置Q 一擊到我咬血 T也是 我只賭了三隻馬 但怎樣也好 草地低很多 平分沒有優勢 白鱼馬 飛霸龍 減3分 我講過 平分開始有優勢 但是 他今年的試閘 試得幾好也好 他都不肯跑 明顯地退化了 FIT的狀態 但是真跑 跑不出水準 我想要再減一下分 去到季尾 現在才去上季贏馬水平 75分左右 開始會近 但是這場馬對手太強 減多一場分 下一場怕千二米 我想要開始拖 九個馬 飛凡 用莫雷拉 不是波仔 莫雷拉和他都贏過馬 季內跑這個路程 他跑過五次 是上次跑過第八零 輸得遠了 不知道什麼事 我都講過了 阿塞的馬 最近好像有點黏黏的 但是 對手太差了 二檔 守住五六位 他真的可以追到第四名 但是 只限於配腳 十個馬 顏色大師 應該是摩格尼幫他買的 他們練 在Hawksbury的仁人千一米 我都說他這隻馬不厲害 但是 不知為什麼 有個老友和我這隻馬厲害 但是 在香港跑了幾場 特別是第二場 二十四倍那場 潘明斐跟他跑過第四名 輸給第豪寶寶 莫朗球 萬眾力德 他又不算很厲害 但是三班又好像夠跑 是唯一一樣 一千米好像有點嚴促 季內初出 2月21號 在重化試一貨集 OK的 但只限於OK 我覺得他要減一下分 11號馬 百威小子 皮氣臭 丟了 Nook Curry 下來 現在還在養傷 在外地 他在 很細長 14米 很黏 能力上 有待證明 應該要跑長一點 還有 應該是狀態還未夠 12號馬 齊天大勝 All Too Heart的兒子 看到他在外地 在 贏場處女馬賽 竟然夠63分給他 因為贏了1.5個馬位 但我覺得這隻馬很勉強 竟然被他夠分 初出 輸得很遠 但他之前試襲挺肯走的 有些走勢 但對手太強 這次對手實在太強 上場 他回到來 輸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藉口 12米 回到來 即是 不多 最後幾步 是 給了一隻成功 財庫過了他 我真是不知道他需要什麼 但試襲很肯走 會否來地好一點呢 但怎樣也好 對手很強 我這隻馬是留意進度的 12檔 希望他正正經的輸 落斑才用 好了 這場馬全世界都知道 緊張大師和巴薩諾亞 巴薩諾亞 因為用何宅耀 應該多分幾元 應該有四十五十元 始終上年全球最高分兩歲馬 我覺得可以順一下 可能是未來的新青 緊張大師四歲 跑成熟 速度快 跑到熟潘盾 痴是死Q 這條Q 只有三四十元 都沒辦法 兩隻馬都快 兩隻馬都厲害 維港斌流 你勉強拖票 和非凡 兩隻馬都是邊線馬 司徒再勝 是一隻唯一可以有權殺到Q的馬 因為如果被他頂著內蘭 頂了緊張大師一會 之後巴薩諾亞在外面蓋 這隻馬是有權可以燒一燒緊張大師 所以我也是這五隻馬的範圍 所以我也是這五隻馬的範圍 尾場賽事 三班千八米 這場馬的步速 我看不到很快 好像只有那些有說有笑 黃寶是快一點點 看看美麗蟹會不會忍不住 變成跟前了 因為馬王寶的評分差不多 但潘頓跟他跑 常常控制到步速 可以賺 但他真的要慢步速才可以 正常一點步速 就像前一場一樣 他輸給狂武派 天磁怪俠 他就是要靠慢步速 這場馬看看會否有慢步速 可以賺到 你怎樣也要拖他 肯定熱門的情況之後 放到第四選 硬放下去 因為我估計他真的未必可以賺到尾 二個馬好好心得 明明跑泥地跑得好好的 為什麼會過來跑草地 連續兩場泥地跑得這麼好 那 過來跑草地 最近是試過雜 試過泥地雜 他當然肯走 因為他很適合 泥地是OK的 但是草地他還沒得過 在外地雖然跑草地可以 但是這場我就十二檔 我覺得難一點 三個馬狂沒有派 之前都說過 青城跑千八米一定是對的 但是那場馬我們沒有選到他 我覺得他難跑的 結果被他贏了 上一場打回圓形 遇到慢步速 他就打回圓形 爆下去不夠人 回到來 不算差的 有DD走勢 只是限於三重彩腳 四個馬美麗在後 不是那麼長的馬來的 1200-1400馬來的 1600米都不太到 僵口都搞不定 最近試過1600米閘 回到來好一點 但是騎得緊要 沒得的 五毛馬皇帝金 用賀命連合跑 留著來跑 留著來爆一段 前一場跑來地 跑千百米都可以追到 這麼好的表現 上場就遇到一個慢步速 回來輸 我覺得可以抹掉 但是比幸運傳奇 很好心得彈掉了 所以這場馬牌十當留著來追 如果他懂得彎位踩的話 有權可以爭位置 但只是限於位置 Q也肯硬拖 因為我猜他應該懂得彎位踩吧 行十當 生位來的 六號馬有講有少 當然是行頭一個原因 因為我講了兩季多 加眼罩 會有不同表現 講了很多次 結果這隻馬 現在終於肯加眼罩了 講了這麼多次 終於肯加眼罩 拍手掌 千百米就在前面走 也是要賺 但是他快一點點捕捉都可以 這隻馬 始終他好視評分上還有一點點憧憬 加眼就會進步 排了一檔 應該可以贏吧 七龍馬菲隆轉王 67分 排了五場 減了8分 差不多 之前說過 三班應該比較敏 在外國排12場 贏了一場三級賽 都是很硬贏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還沒得 先減一下分 鮑魚馬起快是燈雕的兒子 他在外國的形狀 贏了一場遠地 贏了一場三級賽 輸給多巴先生 不算很厲害 三班可以爭的馬 上一場也蝕了 蝕了一個非常慢捕捉 他爆的拉斯翔23秒05 是厲害的 回來差點過村堂冠區 但是完全迫近不到 那隻確認眼神 因為蝕了部速 但他可以贏到那隻靈架 在這組道 現在跑一個更正的路程 用了何宅堯 希望這隻馬正正常常發揮 又可以繼續爭三盟彩 齊喜是愛爾蘭馬 Sauvenly的兒子 在外地都是膠沙地 2000米打上 這隻馬應該是中長的 2400米之後 跑長一點的馬 但泥地比草地好多 我想要減一下分 10號馬得勝多 剛才說了 這個馬房有很多這類型的馬 即是FIT開 你不能不拖 但是贏四班 贏了三場 越贏越辛苦 現在想要來三班 就難一點 但這隻馬FIT 最近和多多配合試貨集 仍然肯走 但評分上有點壓力 拿牌狗檔也難跑 用馬房殺手 也是拖三重彩 就是拖三重彩 這隻馬原來快步速 適合跑 慢步速 爆不起來 這次沒有快步速 第一 第二 是增程 增程沒問題 1800米沒問題 2000米 應該到 但這場馬 預計沒有快步速適合他跑 十二號馬 月風雲用莫丹尼 這隻馬是南非馬 85分來到香港 輸了十場 他們的形狀 一級賽海排第二 輸給金戈儀 但是金戈儀有多厲害 所以可能前季的南非形狀 真的不厲害 這隻馬來到香港還沒得過 差兩分落八 減完分才算 好了 看完馬 慢步速快步速也好 黃寶和有趕有少 都應該賺 起快 皇帝金要快步速斜快 如果快步速的時候 就有趕有少 慢步速就黃寶 通常都應該不會一對 回來了 但是我估計會正常編快 不會按到很慢 有趕有少 排他一檔 就算慢步速也好 他都可以賺 加了個下午 真的會進步 所以搏他走頭 腳方面太多了 所以這場馬 我暫時不再提供 邊線馬 德勝多 嚴嚴元帥 喜快 正常一點 就是黃寶和黃帝金 先講講分場 蔡漢馬房的四隻馬 我想非凡和刺勝時機可以搶位置 贏得過何競出 嚴嚴元帥 邊線馬 羅虎全馬房的五隻 維江崩侯位置 黃寶位置 三生好運是有權贏的馬 看他發揮 風箏和紅衣火王 我不敢完全畫死的四重彩腳 高冬尼馬房 快速上來第三位 他出六隻馬 我想最好可能是電奧七號 和終身美麗 但兩隻馬 我覺得都是邊線 呂建威馬房出五隻 最好應該是勇創派對 和古狼陽光 古狼陽光是贏得的馬 但勇創派對要進步才行 其他馬是低一點的 你說四重彩勉强扭一隻天空之城 而沈集成馬房方面 我想全日最好應該是 知道在乘和想見你 兩隻馬真的很合理 但兩隻馬都沒有優勝 一年封月就 我會建議拖回三重彩腳 去試襲幾乎走 但其實遊戲人間低一點 總統之聲我看低的機會 起快四重彩一定要拖回票 因為這隻馬應該有少少少少微利 希斯馬房 最好應該全日得 根章大師 我覺得不夠贏 佳應精神 闖一 勉強拖著四重彩腳 皇帝金也是 方駕拍出兩隻 兩隻馬都可以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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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天鵬馬房 原來26V 出那六隻馬 我想最好是美之妙 狂舞派 美之妙是 看看臨場如何發揮 這隻馬好像很多分在手 遙本輝馬房 最好應該是神進馬車 和粵進之己 粵進之己 就怕他外擋 神進馬車就怕他跟得太前 但兩隻馬都可以贏 得勝多 跟斗雲 沒有什麼評分優勢的馬 這個路程也有一點 硬拉長 最後一半就要捱 所以三四重彩拖票就夠了 丁冠濠馬房 雪茄之餘可以在前面賺 贏多多可以憑個級數 搶一下位置 大師級是冷門WinPay 偉達馬房 明顯好了 各取所需 可以爭Q 兩花寬藤 龍來鳥、自來金 三隻馬 我想自來金低一點 龍來鳥和兩花寬藤可以爭Win 文膠良馬房 好時節 我要進步 真的這隻馬 令我想起帝豪精彩 但這隻馬應該有些能力 齊天大勝 不要畫死他 留意走勢 但應該還未得住 雙濫旗 四重彩腳 苗麗得馬房 笨火龍最好 應該笨火龍 四重彩腳 賀賢馬房 幸運飛彈 雖然是個當 位置要拖 四重彩腳 四重彩腳 兼顧一隻儀昌勇士 葉昌馬房 蘭兄蘭弟和蘇惠賢 兩個都15Win 到現在都只有15Win 大馬房 電信奔跑一調拖 一隻馬生了 你說俊臣 俊臣 俊臣和紅桃 如果兩隻馬 調轉路程跑 我覺得兩隻馬可以爭位置 但現在變成這樣 兩隻馬四重彩腳 龍藤飛翔 雖然外檔 都要拖回四重彩腳 邊線馬為主 電信奔跑 也是邊線馬 蘇惠賢馬房 有光有少人 聖木隆居 比當 但這隻馬很適合 這兩隻馬都是可以WIN的馬 看法輝 明顯是位置機會高一點 冷本是馬處勝貝 這隻馬明顯回來了 高伯身馬房那五隻 我想低一點 最好可能是吉利大勝 等著四重彩腳 錘雨石馬房 我想旋李多彩 少龍彩腳 魏多福 其他都問水少少少 蘇寶龍馬房那五隻 我想是戰意好些 很好心得我怕路程和草地 月球要拖回位置 鄭俊瑋馬房兩件都是位置馬 賀良馬房 望望寶區好少少少 來自我 失敗 走 看見 我們